Odio Jungle Odio Jungle 经济学课堂一少付去买牛奶,小贩说,一瓶三块,三瓶十块,他很无语,于是逃出三块买了一瓶,如十三次,然后他对小贩说, 哈哈,看到没,我花九块就买了三瓶,小贩,哈哈,自从我这么干,每次都能一下卖掉三瓶,这也许不光是一种销售的手法,更是一种让你的工作生活充满创意的思考方式,习惯乞丐到小王家乞讨,他给十块,第二天乞丐优去,又给十块,持续两年,一天只给五块,乞丐,以前给十块,怎么现在给五块, 小王,我结婚了,膝盖一巴掌打过去,妈的,你竟拿我的钱去养你老婆,岂是,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成为一种习惯,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,而是劣势,夫妻夫妇逛商场,女的卡中一套高档餐具,坚持要买, 丈夫嫌贵,不肯掏钱,导购一看,悄悄对丈夫说了句话,她一听马上掏钱,事实模让她立马转变,导购员对丈夫,说LDQUO,这魔贵的餐具,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, Rickle启示,人的观念没,有什么不可改变,关键是角度,要善于揣摩客户心理,RSPUGO等于WIADOW,ABSBYGOGOGLE,BUSH,管理的B端女孩买了条裤子,衣食太长,请奶奶帮忙解短,奶奶说忙,找妈妈,也没空,找姐姐,更没空,女孩失望的入睡了, 奶奶忙完家务,想洗小,孙女的裤子,就把裤子剪短了一点,姐姐回来又把裤子剪短了,妈妈回来也把裤子剪短了,最后裤子没法穿了,管理的弊端就在于,要磨都不管,要磨都来管,杯子,当一户玻璃杯中装满牛奶的时候,人们会说LDQUO,这是牛奶RDQUO, 当改装菜油的时候,人们会说LDQUO,这是菜油RDQUO,只有当杯子空置时,人们才看到杯子,说LDQUO,这是一货杯子RDQUO,同样,当我们心中装满成件,财富,诠释的时候,就已经不是自己了, 人往往热衷拥有很多,却往往难以真正的拥有自己,破碗启示录,一个卖瓷碗的老人,飘住点单在路上走住,突然一个瓷碗掉到地上摔碎了,但是老人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,路人看到觉得很奇怪,便问LDQUO,为什么你的碗摔碎了你,却不看一下呢? RDQUO老人打到RDQUO,我再怎么回头看,碗还是碎的,RDQUO,所是疑惑右鼠,要与疑惑狮子决战,狮子果断地拒绝了,右鼠说LDQUO,你害怕了吗? RDQUO狮子说LDQUO,如果答应你,你就可以得到增于狮子比武的殊荣,而我呢?以后所有的动物都会耻笑,我竟和右鼠打架,RDQUO等于WI-N-D-O-W, A-D-S-B-Y-G-O-O-G-L-E,BUSH,不要被不重要的人和事过多打架,因为成功的秘诀,就是抓住目标不放,而不是把时间浪费,在无谓的琐事上,以上几个小故事,希望可以给各位一起奋斗。 在路上的小伙伴们,一些起敌与帮助,记住,学习的最高境界MDASH,MDASH,物,做人的最高境界MDASH,MDASH舍,生活的最高境界MDASH,MDASH乐,修建的最高境界MDASH,MDASH空,交友的最高境界MDASH,MDASH城,人生的最高境界MDASH,MDASH镜, 爱情的最高境界MDASH,MDASH镜,来源,美国内参。